好 拨球之后在日本最有名的泰拳手 也是前世界第一 1984年出生在泰国曼谷 身高1米69 臂展1米79 曾夺得两个级别的伦皮尼拳场金腰带 和WBC泰拳130磅世界金腰带 2012年进入日本拳团 轻松斩获九战全胜7KO 而且在这里拿到了另一个泰拳冠军 WPMF63.5公斤世界冠军 2014年登陆新K1 从此开始了他说长不太长 但极其辉煌的统治生涯 考的新K1首秀便是65公斤世界王者八人战 首个对手就是四连KO 且两度未免clash63公斤冠军的山崎秀谎 没想到这样一个对手被考碾压了 以至于K1的前后两个制作人 不得不紧盯着考的一举一动 他这是要干什么 因波球给日本拳迷造成的心理阴影太大 就像退居三线的Klaus 来给中国搏击上课一样 所以但凡是个泰国来的 他们都会高看一眼 高确实是不高 但考轻松打掉了占据C位的山崎秀谎 接下来是九宝优太 若论实力和名气 九宝优太远在山崎秀谎之上 他是SK64.5公斤世界冠军 Kash67公斤八人战冠军 K1 WorldMax63公斤日本冠军 Glory65公斤八人战冠军 而且娶了个女友做太太 九宝优太底气十足 一上来就不断的挑衅 倒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或许是用力过猛 也可能是中气不足 没过多长时间 九宝优太就被抬走了 就在考的反嘲讽之后 后只打鼻梁 前摆中下巴 九宝优太软了 血刺呼啦的 怪圣人的 考用一场KO大胜杀进决赛 他本人也是非常的兴奋 如果一场八人战打下来全是点胜 那说服力明显不够 决赛对手是左右田太臣 和山崎秀黄九宝优太相比 左右田的头衔要弱很多 但他却是和考打得最接近的 倒不是因为他的实力有多强 而是考的体能不够用了 三局战霸 考凭借多数判定赢得了初代65公斤 世界金腰带 这一年他30岁 K1首秀纪夺冠 考用无懈可击的表现 征服了日本全民 两年后 有个中国人也做到了首秀纪夺冠 但他从没在日本打过比赛 可是夺冠后的首场比赛 考就翻车了 输给了一个有着日本 巴西 意大利血统的巴西人 穆孙菲利普 觉得机会来了 左右田太臣再度登场 他以为他找到了战胜考的蜜月 没想到在满血满状态的考面前 输的那叫一个脆 脆的都能听出声 气得教练连球他两个大耳瓜子 在绝对的硬实力面前 光打鸡血能有什么用 在挨了三回合全打西撞后 左右田黯然下线 日本新一哥也如正名粉末登场 这中间有个小插曲 排面上能打的都上了 就是打不过 不行再把牧村叫回来 让他去挑战机腰带 他有击倒考的经验 但是很遗憾 牧村没能坚持到第二回合 就倒在了考的飞袭之下 首次成功未免 考坐稳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接下来 强如马萨罗·格隆德 伊利亚斯·布莱德这样的欧洲汉将 也没能对考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时间来到2016年6月24号 新K165公斤世界最强八人战开打 这次阵容叫王者八人战有了明显提高 考自然在列 马萨罗·格隆德 伊利亚斯·布莱德 山崎秀皇 也如正名 悉数参战 考试首轮最后一个出场 K1给安排了一个下下签 结果他仅用15秒 就击倒了有着 魔杀斗二世之称的何不红野 然后不到40秒 再次击倒了何不红野 战斗结束 半决赛 他遇到了第一个能够给他造成杀伤的日本选手 也如正名 对于也如正名无需过多介绍 从一朝一世就能看得出来 他和前面那几个草包有着明显的不同 当然也仅仅是不同而已 以他当时的实力 还不足以动摇考的霸主地位 这次顶多算是交学费 决赛中 考二战布莱德 此时的刀锋战士伤痕累累 半决赛他和山崎秀黄打到了加散 元气大伤 在状态齐家的考面前 他就是带载的羔羊 尽管扛过了一轮又一轮的飞溪冲顶 他还能站起来 但裁判已经不允许他再打了 考用一晚三战两Q的方式 比第一次八人战更加出色的表现 夺得了65公斤世界最强大奖杯 此时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了对手 只有他自己 大半年后 考赢来了第二场未免战 挑战的是山崎秀黄 说实在的 日本这个级别真没啥人 只能循环往复 和两年前相比 山崎秀黄是一点长进也没有 除了蛮干还是蛮干 这能夺金腰带吗 当然不能 至少在考面前不能 九宝优泰有自知之明 选择了高升 山崎秀黄还在坚持 不知道他在等什么 两个老家伙都不行 奈能木村和布莱德也不行 那就找个年轻力壮的 于是趁热打铁 野无证明再登场 平心而论 这场冠军战并不好看 野无证明的发挥不如一番战好 而考的统治力也在下降 三回合打下来 裁判打分1比0进入加赛 两个人依然是半斤八两 但最终的结果倒向了野无证明 考1比2败北 丢掉了他把持三年之久的金腰带 后来 考被日本超新兴平本联快拳Q 这被认为是他跌落神坛的开始 再往后 考在北京不敌邱健良 现在 考连吃三场败仗 处境艰难 所有人都以为他要沉了 没想到他再度起飞 野无证明在KO大和者也完成未免之后 也选择了升重 金腰带空缺 所以2018年11月3号 新K1拉开了65公斤 王者八人战的大幕 考又报名了 首轮 他一脚踢碎了大和者也的冠军梦 王者归来 半决赛 考三战左右田太沉 除了多个面具 左右田没有变化 三回合战霸 裁判打分1比0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但考没有让悲剧重演 决赛对手左左目大脏 就是一个移动马 只防守不进攻 等到想起来该干点什么的时候 已经太晚了 考在34岁的高龄 第二次夺得65公斤世界王者 也是第三次夺得八人战冠军 从事后来看 还好考打进了决赛 不然日本杨卓左左目 真有可能夺冠 接下来的两场冠军战对手 都是安保刘慧也 这两场比赛的进程 也是出奇的一致 前三个回合打完 都是1比0 加赛局都是刘慧也获胜 唯一的不同是 在考七年的旅日生涯中 头一次当挑战者 不可否认的是 在新K1的这五年里 他打出了统治级的表现 若不是岁月不饶人 考的辉煌还将继续 在这之后 考离开了日本 回到曼谷的乡间 恐怕他做梦都能笑醒 这该死的四个1比0 第二次未免战 刘慧也击败不可思 完成未免 不过差一点就翻船 第三次未免战 彻底翻了 刘慧也一分19秒 被山崎秀晃一拳Q 没错 是山崎秀晃 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第五代世界王者 就是他 首场未免战中 山崎秀晃40秒 被大和哲也一拳Q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熟悉 是的 他也圆梦了 第六代世界王者 那么问题来了 下一个 是谁 这里是王斗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 给个赞 好 好 感谢观看